來給你看一下 它這個補充的這個罐子 它這個設計 擺設的地方比較高 所以其實你這樣倒它是倒不乾淨的 因為擺的比較高它根本流不出來 所以會卡一點在上面 那後來怎麼解決呢 我後來才發現原來它這個 這個白色是可以拆的 我一開始不知道 它這個是補充的 這個罐子應該可能很多間都有 那就是 剩一點點的時候倒不出來 要把這個白色拔起來 這樣就可以把裡面這個倒乾淨 因為它這個的設計 雖然它這個有一點斜斜 如果還剩很多的話是沒有問題 這個可以倒出來 那它這個應該是要讓你好控制流量 如果沒有這一個的話 這樣可能一下子會倒太多出來 那這個雖然可以幫你控制流量 但是呢 你裝上去的時候 看一下 好 這是還沒裝 還沒裝 還沒裝沒問題 它是整個 這個有寫的可以這樣留下來 可是你一裝上去呢 它就會 比較高 會流不出來 好 所以 反正如果剩一點點的話 也不會流太多出來 那 就可以先把它放正 然後過一段時間流 差不多的時候把這個拆掉 好 那這個拆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把剩下的都倒乾淨了 好 那這個就是補充罐的用法 好 不知道說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說這個可以 可以拆掉 那現在知道 拆掉就可以把它倒乾淨 好 所以呢 下次如果有 買這種 補充 補充包比較大罐的呢 看一下 它如果有這種接頭的話 可能是這一款可以拆啦 其他款我不知道 那如果可以拆的話呢 我就可以這樣拿下來 就不用擔心 這個白色的比較高 然後裡面剩一點流不出來 好 那這個倒完之後呢 這個空瓶子 看你要拿來裝什麼 也可以再利用